成語接龍第一動作 我們來講動畫的原理 那我們回到剛才這個程式 假設你已經是下一堂課了 那我們可以用開啟就檔的方式 把我們剛才的檔案把它打開來 我們在跑的時候 小朋友一定會哈哈笑 老師他哪裡有在跑 他明明你看他的腳都沒有跑啊 他只有移動啊 什麼叫做跑 好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請你讓他跑 跑至少要怎麼樣 腳要跑交換吧 手要交換吧 如果是蝙蝠來說 翅膀要上上下下的飛吧 所以我們來解析造型的部分 好我們回來這裡看一下造型的部分 我們把這樣子太小看不到 好我們就把這個視窗這邊有個小三角形點過來 好 造型 這樣至少比較像在跑吧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要有動畫的時候 至少要有幾張圖 兩張以上 如果你的圖越細緻 那當然跑的動作就會越精細 比方說至少不是兩隻腳在交換 這兩隻腳是稍微跑起來 然後就停下來 跑起來停下來 他做的動作只有這樣 眼睛也沒有動 手呢 手稍微有動了一下 他的改變只有手跟腳稍微跑起來一下 然後放下來 這個是小貓咪跑步他設計的動畫 如果你可以設計的更好 中間可以再加一張圖 這兩張圖三張圖進去給他 所以網路上的動畫 尤其是卡通 他常常是有非常多張連續的圖片 所產生的一個連續動畫 好那問題來了 我如何讓他 好我這個程式暫時不看 我如何讓小貓咪 會跑 回到之前的動作 應該是怎麼樣 在程式裡面 旗子被點一下 我們很喜歡他做什麼事情 重複做一件事 不停重複的做什麼事 我們剛才把這兩張圖交換 就會達到跑步的作用 所以你要在哪裡找東西 思考一下 原來在外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有不同的積木 有一個叫下一個造型 有一個將造型設定為什麼 好像這個積木可以用 老師做一個 你等一下要做出跟老師不一樣的 一個做法 老師用下一個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 小貓咪兒在跑 可是你也有發現 老師很奇怪 那個腳跑得好快喔 不對 我想讓他慢一點 讓他跑好看一點 不要把他動得那麼快 好這個好問題給你 留下來給你 請你讓小貓咪的腳不要跑那麼快 甚至我不要用下一個造型 來做出讓貓咪 是一樣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能做出和人家不同思考邏輯的方式 這是一個對於你大腦創造力的一個思考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不管這個方法好不好 好雖然別人的方法很可能一步就到 我繞了兩步 才到目的地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你經歷過思考這個過程 好這個課題留給你 請你完成 讓小貓咪會走 然後看起來像跑 而且他不能拼命跑 按照我們正常人的腳步來跑 按照照